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郭黎兄弟 然后今天我们要延续我们之前讲接班的议题 那经过上一集的接班议题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对接班这个问题是蛮有兴趣的 然后他们认为说我们上一集讲的东西 可能比较偏向所谓的一代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次我们要回归到就是接班真正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接班的人就是二代 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够真正的把上一代传承下来的智慧啊 或是企业啊能够做得更好 那这个各种不同时代的转型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例子 然后跟大家说我们之前做了什么 然后大家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例子 来当做一个学习的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互相交流这样子 继续了 没有啊 那我们就开始吧 对啊继续了不然呢 对啊 然后呢 OK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案例好了 那哥哥那你今天你觉得你在过去在接班过程中 你有哪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是身为一个接班者 应该要做的呢 我觉得身为接班者要做的不是说你要做什么 是说像我们连续我刚刚第一集之前讲的 就是说怎么样去树立一个战功 那这个战功的部分呢 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当初我在回来 呃我们家公司的时候 我想去创立我的自由品牌 就是后面大家看到的Aquasol水尖灵 那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营业额只有 呃我们以人民币来算 那时候营业额大概只有100万人民币左右 我在回来的第一年 从2013到2014年 我们把它拉到接近1000万人民币的业绩 就大概是台币大概5000万左右的业绩 那这个从100万到1000万的故事是怎么发生在一年之内呢 营业而成长十倍 那我的做法是我先把我的团队叫过来 然后去了解到他们在大陆地区跑业务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武器是什么 那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品牌 第一个没有写路 没有一个很好的美术的编辑 我立刻请了一个美编过来 那有了美术编辑之后做好我们的写路 我们发现说我们没有网站 我们公司没有一个官网 所以很多客户 尤其是小型的经销商他不知道 他觉得我们的公司可能是乍编起来的 所以我那时候立刻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之内 我规划出一个草稿的网站 把我们的水精灵 那时候只有大概十几种商品 就放在网站上 然后呢 有了网站 有了美编 然后可以去做行销 对不对 还不行 我们那时候发现我们的业务员 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的动力非常的差 我立刻设计了一套所谓的奖金制度 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按照业绩的百分之一 还有该品项 他卖的商品的利润的百分之十 作为我的业绩奖金 所以跟业务员 他有可能他的本薪假设是两千块人民币的话 他有机会拿到四千块人民币 所以但对他们来说 在大陆的这种狼性氛围之下 他们对这个诱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相反 有很大的机遇 所以说那时候业绩正在日上 我们从一百万到一个月变成两百万 然后到暑假的时候 一个月就可以抓到接近快要250万左右 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就突破了一千万的业绩 在2014年的时候 所以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你怎么样去重新塑造一个团队的战斗力 按照这个方式去把 你要达到业绩的目标去做到这样子 诶 那哥哥 我相信各位也会想 蛮好奇也会想问一下 就是说 当你在创造这个奖金啊 这些制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 那有没有人就是说 对这事情去做反对呢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奖金的模型的计算 算的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你到底在做什么 嗯 因为我的背景 我的背景是财务工程 还有工业工程 所以我在做所谓的这种 奖金的模型计算的时候 我是有加一点 就是像本技学的概念去看 比如说 当一个业务员 他的营业额从 50万到70万到80万到100万 甚至他一个人可以做到150万的时候 他的奖金的倍数的加成是多少 那难免那个时候 很多业务他们会问我说 那这个总经理 这个东西到底是看得到 还是吃得到 那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按照我们的模型去计算 我就按照模型的方式去给你 所以说 有去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就是说 是否他们真的可以拿到 如此幽默的奖金 这个部分 嗯 嗯 OK 那我刚刚分享 不关于说 这个品牌的102的提升的 这个很明显的案子 100万到1000万的故事 那弟弟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关于你接班的实战案例 呃 我可以讲一下 我在做一个自动化专案的一个案例 那这是关于所谓的 协作性子 协作型机器人手臂 那这个专案最大的一个要点 就是因为人力成本的上涨 那我们必须要省人 那我们目标是说 先从一条生产线开始 它的后面包装部分 本来一般需要四个人 我们希望能简称一个人 嗯 那如果说一天我们是三班轮 那三班的话 就四三十二 不是总共就要十二个人了嘛 嗯 那这个其实对人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因此我们决定导入这个设备 但是有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当时哦 从没有碰过这种东西 那一开始我们的人员 大家在讨论这个东西 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以接班来讲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 统整大家想法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时我怎么做 我首先先开会 请所有的跟这个project有关的主管过来 听他们的想法 然后得到一些结论 那是什么样的结论呢 第一 本来的设定是说 想要一步到位 四个人变成零个人 这是我觉得不太可能的 因为第一 我们没办法 有这种功能去处理 那我做的方式就是 先把它给缩减成一个 比较小 而且比较确实的目标 那我们可以说 先减两个人试试看 就是一条线 四个人变两个人 那这个另外一个呢 是说这个机器手臂 它能抓的瓶子的瓶种 瓶的形状 那我也是做一些调整 一开始大家的一致想法就是说 什么样的瓶型都能抓 但是我也觉得那不太实际 我们应该是说 先把它就是简化 让一些重点产品 能够去抓就好 要不然一开始 你把目标放得太大 化繁为简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我帮你注尽一下 那我们也是从说 一开始预定说 三十几种的产品 把它简化为五种就好 那这个project呢 就是说到后来的结果 我们从一条线 刚才讲过 四个人 不要讲夸张 对 这个项目 四个人 后来拖减成两个人 成功之后呢 我们再变成一个人 那为什么还要留那一个人呢 因为有时候机器会顾不上 我们还是要永远顾 所以其实你在做任何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 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而不是说是要永远顾这样子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 那句英文 Patience is a virtue 对 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弟弟 那今天弟弟分享了一个 是一个系统整合的一个专案处理 以一个专案经理的角度去树立你的战口 怎么样去达到一个省人力 节省人力成本 然后让人力可以支援 更加有价值的工作上的一个办法 那我刚刚分享的一个是 怎么样去增加营业额 怎么样去消除团队的疑虑 然后怎么样去给他们该武器 去充斥到营业额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我觉得这都非常重要 可是我觉得今天以接班来讲 我觉得以第二代来讲 也还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弟弟要刮胡子 每次上镜头都不挂胡子 对 为什么看起来就是这么多胡子 还好吧 像我上镜头都会笑得先挂 而且看起来帅帅 这样大家觉得玻璃兄弟的形象非常好 你知道吗 有胡子也是一种不错的感觉 明明就还不到三十四岁 所以你现在没有那种成熟的感觉 没有这么胡子 Anyways 那个你要讲的是关于健康 对不对 来吧 还有一点 对 其实其实健康是蛮重要的 因为其实大家在工作上都有压力嘛 对 每个输压方式都不一样 那当然也是年轻人嘛 可能会去说喝酒啊 或者是去 就是说可能 狂欢一下 唱个KV 对 那有些人也选择爬山运动 打高好敷球 对 运动也什么说 不论如何自己的健康最重要 这个我觉得在不论你在做任何事情 你在做比如说重要的决策 那你一定要有清晰的脑袋 健康的身体做出来的想法 才会是最精准的 最精准的 而且如果都没健康了 那时候都不用谈了 对不对 因为不管你的数字有几个零 前面没有一都没有用 那个一就是你的健康 对 这句话是听起来非常有哲理啊 对 好 那 有哲理嘛 对不对 那刚刚弟弟也提到 要健康就要多运动 我觉得运动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它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我觉得大家能够没事跑跑步啊 打打球啊 健健身啊游个泳啊 潜水都可以 要多运动 讲到打球这一点就是像 弟弟到夏天就不想打球 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理由 对不对 不过我们 这弟弟看起来一股快要热死的样子 这样怎么打球呢 哎呀 每天夏天打球就哀叫 这是玻璃兄弟的花絮 来 有请健身教练 有没有我们现在在运动 所以我觉得下集我们应该可以 再回顾我们之前在拍健身榜集 然后再比较一下我们的 拿着重量的差异 比较会 其实我觉得重量不是最重要 而是姿势 不过这就留在下集再出发 好今天的玻璃秀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对大家的经验 大家有些帮助哦 拜拜